新北市巴里区有一辆开往台北港的水泥御办车 它过弯的时候忽然整个青岛差一点压到车子跟行人 而车上的水泥散落一地 而另外在台北市北头也有一辆载着树的货车 重心不稳翻车了 还压毁了一旁的民宅 吓得住户夺门而出 新北市巴里区从台北港开往淡水滨海路上 突然一台重达36吨的水泥御办车 在转弯时突然车身向右倾斜当场翻车 甚至滑行到外侧车道 差点就压到路人 惊险画面再看一次 这一番可把附近居民都给吓坏了 索性翻车驾驶并无大碍保住性命 不仅巴里连北头区也不平静 一辆运送大树的货车一次过弯时重心不稳 竟然就连树带车压垮民宅屋顶 让民宅主人简直吓坏了 临时这样来 你要怎么样 天上掉下来 没有办法 整个民宅后院满目疮痍 建商也赶紧加派人手做后续清理 只是后院无故被正臂及大树压毁 让民宅主人直呼 仿佛是天外飞来横祸 所幸人没有受伤 但这一杂确实令人胆战心惊 在台北中和报道 有点大树的讯筒